噢 不行 它釣魚好水喔 有一個那個水還會炸出來 Mak good 這看起來應該都是 王哥出場的 它水蒸魚很水耶 你知道嗎 它的生魚片那一區 真的不行 一大火九弟 今天又是吃到飽了 我在網路上很常看到討論區 網友啊都很愛評論說 欸你吃這一間 那你不如吃那一間 你吃這一家 你不如吃那一家 對 很多不如 所以今天就不如來吃 漢來台港城 這次選的是天母店 因為網評都說 吃漢來 天母首選 平日的晚餐呢 價格是1080 大家可以下載它的那個 來美食的APP 它上面會有折價券 一個人消費一千塊的話 折價券的話可以抵獎百元 然後兩千它還可以折五百 我覺得很划算耶 我覺得大家可以 把這個下載起來 就跟九弟一起 一特一特 現在開始要進場囉 好我們就先來看看他們的菜色如何吧 首先這邊是生魚片區啦 這個是竹甲魚生魚片 鯛魚生魚片 黃金魚卵 然後這個是鮪魚生魚片 水蒸魚 然後這個是鮭魚 奇魚生魚片 海鯨魚生魚片 熏鯉雞肉 赤油包片 然後它這邊還有煙燻鮭魚 然後這邊是鯊魚煙 這個是醬製綜合生魚片 好 阿薩比 這個是鯛魚 鯊魚 好 我們已經就做啦 就先從生魚片開始吃起囉 吃吃看鯊魚味道如何 很普通 就是有帶甜的 不是粉的 我覺得不是粉的就很棒了 來吃吃看鯛魚味道如何 噢 不行 打香 它鯛魚好水喔 有一個那個水還會炸出來 那good 吃吃看這邊的水蒸魚味道如何吧 這看起來應該都是 它水蒸魚很水耶 嗯 它水蒸魚不行 希望廚家魚可以過關 為什麼都水水的啊 火汁雞是不是 而且放進去汁就炸出來了 應該是冰凍 不知道是不是一陣子 然後所以退冰就大出水 小鯨魚我們來吃吃看 起囉 這個還可以啦 本身就很喜歡吃亮平魚 就月亮平魚比較有味道一點 這個比較沒有那麼碎 黃鯨魚卵我們來吃吃看 這應該沒問題的啦 這應該 就像鮭魚卵一樣 算沒問題 再來吃這個呢是鮪魚 它的鮪魚 就贏過前面所有 真的喔 嗯大概跟那個旗魚差不多 再來呢就是這個鮭魚啦 它油花這是OK的 它偏這個薄度 是我個人喜歡的啦 因為我不太喜歡太厚的鮭魚 好 起囉 好了 鮭魚第一名 鮭魚好吃 濃烈的奶香味 這個很好吃 第一名 鮭魚 第二名 鮭魚 第三名 還是鮭魚 其他我覺得 不行 不行嘛 再來我們來吃 旁邊冷盤區的小鯭魚 好鮭魚好吃 這小鮭魚就新鮮啊 這配啤酒應該很讚 然後剛剛 問你說這個是花枝耶 不是手動耶 在馬來西亞他們都是說一樣 只要白白的都一樣 等一下小心被馬來西亞罵 好我們來吃吃看它這個 冷盤的花枝 嗯 就跟鮭魚一樣啊 他們是同一個味道的 普燒鯛魚 我們來吃吃看囉 有一點點土味 可是它的 普燒醬是好吃的 這感覺 要來一口白飯 可以把那個土味壓掉 我的手捲我的手捲 酪梨手捲 我們來吃吃看 它很棒耶 裡面沒有飯 裡面都是放高麗菜 嗯 好吃 好吃耶 它的高麗菜絲啊 不會塞得很多 就是你可以知道高麗絲 那個清脆的水分 抽選可以 這個呢是淡菜 這個呢是白蝦 這個呢是蘭花蟹 這一個呢是扁蟹 這邊有 芝麻麻糬 花生麻糬 然後下面這個是 哎 這是超貴那個麵包吧 現做壽司可以點 然後這邊還有綜合起司 炙燒鮭魚壽司 鮭魚起司壽司 然後這個是花壽司 海苔壽司 稻荷壽司 蟹味棒握壽司 鮮蝦握壽司 鮮魚握壽司 赤肺握壽司 散壽司 還有一些 醬菜 去拿他們炙燒握壽司的部分 它還有擺盤耶 炙燒牛肉飯糰 那是本丸吧 我只能用下一個 因為牛肉太薄了 我都吃不到牛肉的味道 都吃飯的味道 我真的真的要假的 可是它的醋飯是好吃的耶 外面一個壽司應該是這個大小吧 它為什麼要弄兩個給我 我來吃吃看它 筆木魚 它的筆木魚握壽司好吃 比較咬得到那種肉質的感覺 炙燒鮭魚握壽司 它這個鮭魚給的滿大的 我真的想問我 今天這集就沒了 那小心喔 可能會有魚翅喔 第三鮭魚還不錯 可是我覺得筆木魚比較好吃 這個呢就是他們漢來 獨有的 泰瑪森起司 生菜沙拉 這個呢就是可以你自己刨 然後這邊就是他們的沙拉區啦 可以看一下台色 看起來very新鮮喔 還有自製的乾醬 涼拌銀牙蟹肉雞絲 然後這個是茄子肉豆飯 洋蔥XO醬 為什麼它那麼長 這邊就是蝦軟啦 這邊是海鮮沙拉 這一區呢有燙青菜 還有紅油炒手蛋仔麵 旁邊這邊還有薑黃海鮮燉飯 這邊呢就有 爐烤樂眼牛排 蜂蜜丁香烤火腿 椒鹽酥炸海鮮 紅酒燉羊錫 酥炸薯條 白酒蛤蜊橄欖海鱸魚 這個是炭烤豬肋排 干貝海鮮香菇佐奶油 動物汁 德國香腸 德國豬腳 夏威夷風味雞 我們來吃它的乳烤牛肋鹽 還蠻柔軟的耶 不會老 牛香味也是有 我們來配配它這個 柔松大蒜 柔松大蒜好好吃喔 而且這個牛肉非常搭 再來呢這個是鱸魚 我們來吃吃看 吃到很大一口很紮實的魚肉 很紮實很老的魚 這個想要配水了 太乾了 他們這邊也有牛肉片 可以現燙牛肉湯 這個跟豐富一樣耶 這邊呢還可以拿來做壽喜燒 這個很特別 很酷 這個是生蠔 這個呢每人每次獻取兩顆 這個是海鮮蒸蛋 避風堂炒扁蟹 欸這道看起來非常可口 這邊呢就是生龍吃 這邊有樹芳餅 旁邊這邊就是有蜜汁火腿 哇它還有麻辣牛腱耶 這個還有士林大香腸 旁邊這個是薑蔥麻油鮮蝦 乳萊菇炒鮮蚵蛋 哇這看起來很好吃耶 然後這個是 XO醬甜豆炒雙鮮 紅胡絲瓜蛤蜊 椒鹽黑胡椒牛小排 喔這匙看起來很美味耶 這個呢是我剛剛去撈的 現燙牛肉湯 我們來吃吃看它味道如何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空腹的比較好喝 它的肉就是很明顯 你看看完全沒有油花 空腹的話就是有油花的 這個就非常瘦 有健身的牛 太硬了 湯頭的話我還是覺得 空腹比較好喝 比較有鮮甜的味道 這個就比較鹹一點 熱食區蝦蝦的部分啦 薑蔥麻油鮮蝦 我們來吃吃看 哇它的殼很好吃耶 它味道炒得很夠 你看泥腸 很大條 我們來吃吃看喔 嗯我覺得蝦子比較老一點 可是它的味道滿分 再來我們來吃吃看它的 避風糖炒扁蟹 看起來是蠻可口的 哇好大一塊肉喔 這個好吃 這個可以拿 非常新鮮耶 它的這個避風糖炒得很夠味 這個熱的螃蟹拿起來 熱食區都還蠻不錯的 那個日式區我就覺得比較普通 那是因為心業太強 它避風糖很好吃耶 會雲子耶 再來我要來吃它這個 獨有的 羽萊菇草鮮蝦蛋 裡面它就是有香菇鮮蝦 然後跟鮮蝦 你有看到蚵仔嗎 有 這道蛋好吃耶 很match 我看這個超多人在夾的 我看吃牛小排 我就最愛吃這個部分了 有那種焦香焦香 那種恰恰的味道 它這個牛小排應該是有先炸過吧 不要看我噴骨頭啊 好尷尬喔 我覺得它煎起來的那個味道有點像 點呱呱那個 雞腿的味道 洪湖絲瓜我們來吃吃看 奶香奶香的 它那個外皮你還可以吃得到那個脆脆的感覺 巧克力棉花糖披薩 香腸披薩 海鮮披薩 然後這個是白蘭地焦糖葡萄柚 這邊是現炒意大利麵吃 有這些麵可以學 還有這些醬 它的材料內容啊 是固定的喔 無法更換 可以讓它看一下材料 椒鹽香魚 這邊還有 海鮑醬 干貝蟹肉堡 試吃看看它的蟹肉堡 它竟然裡面還有再加一顆蛋耶 你看它這裡面還有那個耶 小備注 啊我覺得這個也可以點起來耶 我真的覺得它熱食區的食物幾乎都滿強 你在這邊整個喝完一大堆酒了 你就一定要點那個蟹肉堡 香酒 對 這邊呢有水果區 香蕉 西瓜 火龍果 香瓜 葡萄柚 芭辣 柳丁 奇異果 百香果 很特別的是 你自己就是可以用一個炒冰 然後去旁邊蘸這個 加這些料 它這邊還有煉乳 配淋 飲料區呢這個是 冠霜可樂 然後還有一些冰沙 這邊還有冰淇淋 在這邊呢有現打西瓜汁 現打蜂蜜 檸檬小黃瓜 日式煎茶 無糖的喔 然後再來是奶茶 蘋果醋 麥茶 喔喔喔喔喔喔 它這邊很久 酒精濃度10% okok 等一下來喝一下 然後這邊還有氣泡水 這邊有提供伯克金石酒 旁邊這邊呢也有特製的雞尾酒喔 旁邊有 Havened 它還有護餅乾 這邊呢也有美國貝塞斯冰淇淋 今天什麼生魚片那些什麼都不吃了 今天是生泡混 怎麼那麼好吃啊 來這趟吃了 你看有多肥耶 你看每一個都這麼飽滿 每一個都是燙燙的大膽開耶 好好吃喔 然後去倒啤酒 幫我按讚 我以為它啤酒就是只有金牌跟伯克金 結果它伯克金就有兩種口味 另外一個是黃金拉格啤酒 我們來喝喝看 金牌就是帶有一點點啤酒花那個骨味 再來呢這個是德式小麥伯克金的 這個就是很清爽的那種小麥香 氣泡比較綿密 黃金拉格啤酒 這樣子喝下來我比較喜歡黃金拉格啤酒 它的氣泡也是就是比較細緻 尾韻帶有點苦 還是我表演一次全喝完 吃這個就灰粉啦 我告訴你喔 挑生蠔啊就是挑這個 這邊很生的 就會這麼大隻 我來這邊我最期待就是吃這個 Oh my god 啊 董浪 好好吃喔 不是我可以吃好幾盤 Oh my god 嚇到我 吃這個真的很幸福 生蠔絕對是這一場的冠軍 就很可惜它這邊 晚餐也是沒有供應紅白酒 如果我吃了剛剛那個生蠔啊 哇 然後再配個白酒 不怪在這邊不醉不歸耶 還是不能讓你太開心 這一區呢就是他們的 咖啡區跟Desert 溫開水熱開水 這邊就是有茶包 帶過來這邊呢是咖啡機 這個是 古式蛋塔 他們還有現做卡士達的雞蛋糕 這邊都是現做的耶 好讚喔 這裡呢是現做舒芙蕾 就可以加自己喜歡的醬汁 這邊呢就是剛剛我拿的 現做的舒芙蕾 你也知道就是我不喜歡甜點 但這個好吃耶 這就是剛剛現做的雞蛋糕 卡士達的雞蛋糕 我們來看看裡面的內餡 來囉來囉來囉 有嗎有嗎有嗎 沒有耶 我是最喜歡吃雞蛋糕 旁邊這個啊 夏卡 夏卡的地方 欸你拿那麼多 你真的吃得完嗎 是粗喔 沒有辦法控制 它每一個看起來都很好吃 我比較喜歡的 就是抹茶 巧克力一定要的 然後還有七十蛋糕來移 有抹茶味 可是它有一點 紅豆泥的味道耶 比較偏甜 就是應該會不錯 好好吃喔 布朗尼嗎 這應該是生巧克力布朗尼 這個一定要拿 欸很少可以看到 甜點有龜靈勾耶 我覺得還不錯 真材實料 還滿濃的耶 哇 好吃 不口干 我們還有一個半小時可以吃 你來試一下嗎 我試一下 真的嗎 真好我可以吃很多個 可是我覺得每一間buffet 都有每一間buffet厲害的地方 各分秋色就對了 不分秋色 不分春秋 各分春秋 我覺得也不是說什麼 喔你吃這間不如吃那一間 我覺得每一間的buffet 都各有千秋 好我們已經吃完了 天母店這邊 它的空間很寬敞 他們的餐台分區也是很清楚 很明確 是平日晚上 所以人潮沒有很多 最愛的那個生蠔區 它旁邊會有一個小小的計時器 倒數幾分鐘 生蠔就會推出來新的 它的生魚片那一區 真的不行 我覺得它的樂石區 大致上都還滿優秀的 它的那個避風糖炒 扁蟹 那個真的很好吃 鮮蚵蛋 我覺得那一道也很好吃 有那種 加糖味 它還有一道就是那個 XO醬干貝蟹肉堡 那道一定要拿起來 我覺得那道真的不錯 我覺得漢萊的生蠔 真的是非常新鮮 飽滿又大顆 我覺得非常有水準 漢萊甜甜真的是優秀 現烤的舒芙蕾 對 如果這一次漢萊的話 滿分10分我會給它 8分吧 因為它的生蠔老實說 真的有很驚豔到我 對 我覺得可以來體驗看看 它們的溫生蠔 我覺得很好吃 那就今天影片到這邊 喜歡我的朋友 記得幫我 按讚訂閱 追蹤 開啟小鈴鐺 一個超級感謝喔 我們會非常感謝你 掰掰 下集見